您台北报导 而以往搭飞机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个人影音系统 但是现在其实搭计程车也是可以享受到 因为大台北地区有电车队是加装了行动网卡机 让乘客在后座是可以免费的上网 看电视甚至玩游戏等等 而推出之后反应不错 让问奖们的声音是明显提高单纯左右 现在搭计程车简直就像搭飞机头等舱一样 因为透过了个人影音系统 不但可以上网看电影 而且你还可以透过地图知道你目前位置在哪里 在同屋政府花费2000万打照下 边坐小黄边在后座舒服的看新闻 看累了上上网还可以用触控萤幕玩游戏 现在还有GPS地图 司机有没有偷绕路乘客一目了然 这样装有行动网卡机的计程车 在大台北地区已经有600台在街上跑 三月底之前目标总共有1000台 在这一年乘客都不用花钱 以后再看看 大概装了三四个月 大概好大概三成左右 这行动网卡机乘客免费用 司机免费装 但可不是所有司机说装就装 还得经过这样的模范司机学院训练课程 经过领选的司机 毕业之后才能装行动网卡机 从台湾大车队和远传电信合作推出的小黄WiFi上网 到大都会车队 两YMAX一处打造行动网卡 两大计程车队从人海战术打造3C网路站 小黄之间这把竞争的战火越烧越旺 接下来我是小龙台北报道 为了方便广大的通勤族 因此高铁还有台铁在前面